欢迎收看长青台3月13号的新闻快讯 来关心国内新闻 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拿东斯里程华贵强调 我国的核能计划预定10年后才执行 而大马核能发展机构也将向人民解说 核泄漏灾难的冲击 因此人民不必因为日本核电厂爆炸事故 而对我国新建核能发电厂课题过分担忧 他今天出席2011年绿色社区嘉年华开幕里后指出 首相署已经成立大马核能机构研究核能 包括安全性适合的设立基地 符合国际原子能总署标准等种种细节 之后也会对外公布有关报告 让全民了解新建核电厂的进展和细节 他也说大马核能机构将咨询国际专家的意见 再加上核能计划预定在10年后执行 因此他相信该机构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精密研究 他保证政府不会贸然的进行核能计划 希望人民不要因为日本核电厂爆炸 而对我国的核能产生过多揣测和猜疑 另外陈华贵今天也指出 大马人用水和耗电量比邻近的新加坡 印尼等国高出许多 也对政府构成经济负担 他指出人民过量的用水用电 增加政府在水工和电工方面的开销 也可能影响国家未来经济状况 他说水和电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人们需要开始关注这两大资源 并维持良好的用水用电习惯 节省水电可以从解单小节做起 例如冲凉不要用太多水 冷气不要开太久 这些人人都能做到 希望人民半年好本身角色 让下一代有更好的未来 他也在会上抨击民连政府 没有遵守之前的承诺 计划三年内获条张13%的水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